有这么一款电脑游戏 它看似十分简单 却每过一关都要害死一人 二岁刚刚进入游戏 却被游戏提示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它揉了揉三年没睡觉的脸 果断选择了休息一会儿 随着下一秒 服务员竟然面无表情地拿起悲剧 就扔到了地上 我去 原来不是休息 而是要搞破坏 原来看再继续摔下去 就真的要悲剧了 它也顾不上为什么会这样 急忙根据游戏的提示 选择了清理地面 然而这是高潮来了 只见服务员狂荡一下跪到地上 紧紧地上的玻璃杂子 竟然不受控制了 却放进了嘴里 那味道嘎嘣脆 鸡肉味 紧接着服务员又撸起一大把 做事就要一口蒙下 二字赶紧冲绕就想要阻止 却不料一旁的老板苏醒过来 突然就挡在了他的面前 还不管三七二十六 一把撞开还在诛叫了老板 冲到服务员面前 就要将他拉住 可无论他怎么用力 都无法阻止对方的动作 而就在这时 电脑里自动生成了一段文字 提示他第一关游戏成功过关 并告诉他 明年同一时间恶号继续 至此服务员足 二字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一款老旧的磁带游戏 竟然害死现实中的真实人物 一想到游戏还没结束 他立马取出磁带销毁并扔掉 我以为这样就会恢复正常 可他万万没想到 当时间再次来到凌晨两点 游戏竟然在他上班的电脑上 自动开始了下一关卡 然而这次折磨的对象 竟是他自己的母亲翠花 犹如晴天霹雳 原本空白的墙面上 竟然凭空出现了 一红一绿的两上钢门 则是游戏提示二人选择一扇 男孩一口咬定 尤其是红色外套 可当他把脸贴进绿门 里面就突然传来一阵恐怖的声音 差点把他直接吓死 女孩把脸贴到红色的门上 结果却没有任何动静 于是在他的选择下 红色的钢门硬声打开 随后二人便进入了这个不满血光之灾的房间 就是一个男孩的神影 突然从他们面前跑过 二岁立马认出 那是自己早已去世多年的弟弟 他也顾不上多想 毫不犹豫地就跟了上去 很快他们追到了一处泳池 只见那池中原物缭绕 还时不时伴有电闪雷铃 原来这正是弟弟淹死的地方 看到弟弟进入了泳池 二岁立马就跟了过去 结果慌乱中 小帅迷失了方向 并遭到了弟弟的偷袭 当二岁找到小帅 就发现他和弟弟 正躺在泳池中央补行人士 而这时 空气中突然弹出了一条选项 二岁清楚弟弟不会死而复生 于是果断选择了营救小帅 随之下一秒 弟弟突然苏醒 一把就扑到了姐姐身上 危机关头 二岁之后狠心掐死了弟弟 结束了这场游戏 而他们也顺利过关 再次从房间里苏醒过来 原来就在前天晚上 游戏将魔爪 伸向了二岁的母亲 虽然在女儿的帮助下 母亲侥幸宝足了亲命 可就连作为电脑高手的小帅 也没能找到游戏中的bug 反而差点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不过机器的小帅留着心眼 他通过游戏的热线电话 还是查到了游戏创始人的地址 然而当他们驱车赶到现场 却发现这里早已荒废多年 不过通过现场 遗留了游戏测试录像 他们而然还是发现了 关于游戏的惊天大利物 游戏玩家一口咬上自己的手臂 十分痛苦地啃食起来 然而更诡异的是 监控外的四眼仔 原本受伤的手臂 兼血液倒流 最后伤口竟然恢复逐出 原来这款游戏 来源于一个古老的诅咒 而游戏代码 都是根据诅咒符号改变而来 玩游戏的人越凄惨 下周的人就越健康 而四眼仔 就是这款游戏的创始人 而对他们看得不寒而栗 小帅取出磁带 就要准备离开这里 随时突然一声噪音传来 电视里又出现了创始人的画面 原来他们的反向调查 违反了游戏规则 作为惩罚 游戏将提前开始 小帅拔掉电源想要结束游戏 却没想到画面一闪 自己竟然被封锁到了游戏中去 二脆想去营救 结果瞬间就被电了回来 这是游戏出现的提示 无赖下 二脆选择了快进按钮 随着小帅的口中 突然阻住了一根十米粗的游戏磁带 顿时就让他痛苦不堪 眼看小帅就要被彻底扎干 二脆又联盟选择了倒带 结果磁带又哗啦啦缩了回去 但痛苦却丝毫不见 二脆立马明白 小帅已经无药可救了 于是他发下恒星 拿了个32倍速播放 瞬间轻控了小帅的身体 于是小帅隐恨西北 游戏已过关 但紧接着游戏出现提示 想要打倒退中boss 就来下面这个坐标吧 根据坐标地址 二脆来到了一处深山豪宅 可当他进入豪宅内部 却看到了一副非主流打扮的一家三口 男人拿起盘子 哭吱一下 就砸在了二脆的脑门上 然而奇怪的是 受伤挂踩的却是男人自己 二脆也很是纳闷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这局游戏的机制 那就是自己受到的伤害 都会反弹到对方身上 果然当刀子划过他的手掌 男人瞬间就鲜血淋淋 而自己却毫发无伤 二脆兴奋不已 他摊开右手 立马就要挥刀自宫 男人也立马反应过来 他连忙一个磕头道歉 瞬间就把二脆挣冤了过去 紧接着 男人的傻儿子 举着手枪就要上去补刀 然而他搞错了方向 子弹全部打在了脑子身上 男人气得破口大骂 儿子聂猛转身朝他开枪 瞬间就把二脆挣飞了出去 男人拿回手枪 冲着自己的脑门 就准备送二脆归西 原来子弹早已打空 二脆见机会来了 立马冲下一边的石吨 准备跳河自尽 男人扔掉手枪 结果儿子手女的菜刀 对着自己的脖子 就抹了下去 几乎就在同时 二脆抱着十吨哭吱一下 栽定的泳池中去 最后下就要看造化了 随着伤害高 谁就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最近不久后 男人终于撑不住了 温存上下 只要带孔的地方 都在不断的流出不明液体 紧接着 就倒在地上宁了喝饭 最终二脆侥幸生活 成为了这款游戏第一个通关玩家 而通关的奖励 就是成为这款游戏的管理者 可以自由惩罚那些 犯了错误 却仍然逍遥法外的恶人 好了 影片到此结束 所以脑铁们 如果你掌握了这款游戏 你会第一个把游戏发给谁玩